山秀而淑,水城而深,一人未尽,只盛若萧香人 杭州不仅有西湖,还有湘湖 湘湖在萧山区南部,这里除了人文景点比西湖少一些以外 那些石桥横跨湖水的长石板路可是一样不少 由于远离市区,走在这里的石板路上,你可以放慢脚步 你的身后不会有很多人,这里的湖水整体也比西湖更加清澈一些 少了些人生鼎沸,多了些自然宁静 那摇曳在湖水中的木船也更加悠闲 不用急着去岸边承接下一班游客 湘湖北侧,这座风河亭沙,你可以欣赏到满池的荷花 大雨中珠珠雨水滚落,河叶滴水不沾 荷花的品格果真是名不虚传 湖水中有一个鸟岛,树上密密麻麻停落着不计其数的白鹿 场面甚是壮观 我想岛上鸟石一定很多吧,哈哈 鸟岛对岸是建在水下独木舟形状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这里是8000年前古人建造独木舟的遗址 喜欢历史的朋友湘湖北岸,还有武圣孙武的孙家祠堂 岳王勾建的岳王城山遗址 湘湖,你一定会喜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